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斑马线 餐聚费 记者节是今天的动力能源哦 最近受强冷空气影响 我国东北地区迎来今年入冬以来最大的一次强降雪天气 这会让我们感觉非常寒冷 不过最近哈尔滨工业大学在校园里建了一座暖廊 让同学们在冬季也可以穿着单衣方便的行走呀 暖廊是一个封闭的通道 通常建在校园内的重要建筑之间 比如教学楼 图书馆 食堂 宿舍等 它采用了现代化的建筑技术和材料 确保了室内的温度适宜 即使外面下至大雪 学生们也可以在这里面行走得非常舒适 这个暖廊一共有1330.13延长米 已经建成了881.81延长米 等全部建成后 同学们就可以在冬季穿着单衣 从容的在校区暖廊穿行 或者在暖廊里吃着雪糕 赏着雪景哦 窗外是大雪纷飞的清寒 窗内是熊熊燃烧的芝士火焰 你的家乡现在气温怎么样呢 冷空气来袭 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呀 前方到站 科技馆 最近第六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了 进博会是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机场会 在进博会上 人们可以展示最新的产品和技术 寻找商业合作伙伴 在今年进博会上 人工智能专区人气超高 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在人工智能专区 最令人惊喜的是MEDA最新发布的MR头衔 它可以让人们在游戏中随时切换回现实环境 比如 当你在游戏中遇到外星小怪兽时 你可以用手柄将它们击落 而且 这款头衔具有透视模式 你可以随时看到现实环境 比如 拿起手机接电话哦 另外 索尼也推出了动作捕捉产品 只要带上六颗纽扣传感器后 我们就能进入战斗状态 在全黄游戏中与AI数字分身 进行一场身临其境的比赛哦 AI不仅是我们的好玩伴 还是我们习惯养成的好帮手 你想体验一下吗 在熊猫天天AI故事公众号 点击天天AI故事 在这里 我们为你设置了一位熊猫天天博士 他是你的AI小助手哦 你可以问他任何问题 除此之外 天天AI故事中的习惯培养 我们也进行了重大更新 可以将习惯改善 从想法变成切实可行的计划 并基于AI的能力 辅助同学们进行习惯培养 大家还等什么呢 赶快去试一试吧 前方到站 安全馆 最近 有网友在某短视频平台上发段子称 行人发生交通事故 如果在斑马线上被撞 可以赔偿三十万 如果是斑马线以外的地方被撞 只能赔偿三万 视频的本意是督促遵守交通规则 但这个说法并不是很准确哦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回应说 视频中的说法并不严谨 发生交通事故后 交警会根据当事人的违法行为 来判定各方应该承担的责任 同时 交通事故的赔偿额度 是根据此次事故所造成的人员的损害程度 和财产损害程度来计算的 并不是网传的三十万和三万的区别哦 实际上 在具体事故中 不光要考虑斑马线内和斑马线外的情况 还要考虑是否存在闯红灯 时间在白天还是黑夜 以及周边环境如何等问题 所以 这个说法并不是真实的呀 同学们 交通规则是我们每个人 在道路上安全行走的保障 在过马路时 我们一定要走斑马线 并且要等到绿灯亮起才能通过 不要闯红灯 也不要在车辆之间随意穿行 最好要在爸爸妈妈的陪同下过马路呀 最近在河北石家庄 有一位大学生去餐厅吃饭 发现餐具需要收费一元 他觉得这个费用不合理 就把所有的餐具都打包带走了 日常生活中被收取餐具费的现象屡见不鲜 甚至被认为是消费潜规则 餐具费是否该收呢 餐具费是一次性餐具包或消毒餐具的使用费用 通常随餐收取 虽然多为一两元 但也让不少消费者质疑 明明已经为餐食交钱了 为什么还要收取餐具费呢 许多商家回复说 虽然会主动提供包含一次性筷子 纸巾等用品的餐具包 但如果不想使用 可以向服务员要求更换为免费餐具 不过很多人就餐时 如果没有看到摆放的免费餐具 在没有服务员告知的情况下 通常会选择吃哑巴亏 使用带有公本费的餐具哦 面对一元至几元不等的餐具费 大多消费者都不会选择与商家仔细掰扯 这很大程度上助长了商家收取这类费用的风气哦 目前许多地区的相关机构发布规定称 在收取餐具费一事上 商家更应充分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与选择权 如果商家没有在显著地方提醒或提前告知 消费者有权拒绝支付呀 历史上的今天 在我国有六个行业性节日 你知道分别包括什么吗 那就是护士节 教师节 医师节 中国人民警察节 中国农民丰收节 记者节哦 2000年11月8日 史新中国第一个记者节哦 记者节之所以确定在11月8日 是因为这一天是中国青年新闻工作者协会成立的日子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 正在上海代表党中央领导南方党的工作的周恩来同志 传达了党中央的指示 为广泛的团结广大爱国的新闻工作者 确定在新闻工作者比较集中的上海 成立一个新闻工作者统一战线组织 当年11月8日晚七时 中国青年新闻工作者协会在上海南京饭店宣布成立了 在抗战时期 记者是直面时代洪流 见证风云变换的记录者 而在今天 记者仍然在向我们传递生活的真实碎片 告诉我们世界每个角落的新闲事 特决镜头之后 引在文字之中 让所有故事闪耀在聚光灯下 你将来想成为一名记者吗 今天的天下之旅就到这里了 你也可以把新鲜事分享给小伙伴和家人 如果你对某件事情感兴趣或者有疑问 可以关注公众号 熊猫天天AI故事进行留言 我们会回复你哦 我们明天再见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